所以很多人都在问我说跨越到底是什么呢? 原来在2020因为疫情的一个缘故 我们在非常短的一个时间领受了一个意象 开始跨越 它是一个福音的平台 那跨越主要着重的是在跨这个字 它是一个cross over 我们怎么样子突破 怎么突破我们的限制 怎么突破我们教会的疆界 怎么突破到各个不同的城市跟文化 基本上所有之前认为很多不可能的事情 我们想借由跨越这个平台来达到 所以跨越简单的来跟你解释 它不是一个地方的教会 所以它并没有一个地方教会的色彩 所以它是一个国度性的事工 我们称它是为一个平台 就是每一个人都欢迎你来参与 一起来加入 我们希望在这个平台做两件事情 透过这个平台来传福音 因为我们认为在这个2020这个疫情 是一个震动世界的一件大事 神在这个时刻要做一件事情 祂从以往就给我们这个大使命 现在我认为更有一个急迫性 祂不是单纯的把因为很多地方聚会不能聚会 所以我们把线下变成线上不是这个概念 我们希望是专门是在网路这个平台里面 无论是在新媒体或者是在传统的媒体 有一个组合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平台来向各地来传福音 所以这是我们一个全新的打造 全新的一个设计 专门为一个不同的一个族群所打造的一个平台 第一个我们要传福音 第二个我们希望透过这样一个平台 也来帮助教会可以进一步地被建造起来 所以我们不是要打造自己的教会 我们希望打造各地的教会 举个例子 如果你可能有负担 可能一个传道人他有负担 想在一个新的城市里面 要来建造一个新的教会 那我们跨越的平台就可能成为你的一个伙伴 帮助你在一个新的地方 就可以很快速地就建立那个教会 或者是你原本就已经是一个 已经建立多年的一个教会 我们也可以成为伙伴 我们可以成为帮助你的一个伙伴 所以我们认为跨越是一个国度的一个平台 它没有一个中派 而且它是跨越中派的一个概念 它基本上就是跨出去 那我们也会有不同的牧者 从不同的一个中派来加入进来 一起为了福音的缘故 第二个是为了建造教会 所以我们非常欢迎 你如果已经是教会了 或者是你没有教会 都跟我们成为伙伴 我们一起把福音传出去 我们一起透过这个平台 更把教会建立起来 感谢观优优独播剧场——